最近覺得身體怪怪的 左半邊的背 還有時候腹部大腿 還有臀肌的地方 會覺得刺刺的痛痛的那種神經痛 醫生說我要休息一下子 但是要完全休息也很難 所以我決定邊休息邊工作 也就是說躺著拍 它是帶狀泡疹 今天已經第六天了 第一次得這個東西不知道是什麼 所以耽誤了六天 今天終於去看醫生確診就是帶狀泡疹 俗稱皮蛇 台安醫院皮膚科主任曾德鵬說 其實這病毒一直存在在我們身體裡 主要帶狀泡疹就是我們小時候的時候 長過的叫做水痘 那就是水痘這個病毒呢 它感染之後呢 這個病毒就會存在我們身體的神經節裡面 這輩子必須跟我們 它就跟我們和平相處 那只要我們的免疫力 稍微比較差一點點啦 比較疲累啦 比較容易在它這一身中呢 它會從這個所謂的神經會衝出來 當它衝出來的時候呢 它就會先破壞掉我們的一些神經上面的結構 所以會先覺得會有刺痛感啊疼痛感 通常是在等疼痛之後的兩到三天之後 才會出現皮疹 它會呈現像帶狀的這種排列 看診的醫師開給我外用的藥膏 口服的止痛藥 口服藥還有健保脊肤的藥 也有自費的特效藥 我選擇了特效藥 抗病毒也打了一劑B群 希望神經修復的好一點 甚至快一點 曾主任說還有很重要的是 休息 它的治療的話 基本上呢就是它的頭五天到七天 我們叫所謂的黃金時期啦 它要在病毒還沒有整個衝出來 還沒有整個衝出細胞膜之外的時候 趕快先把它控制住 就比較少會造成之後的一些神經上面的 一些皮膚上面的一些傷害 但有一些人因為真的沒有好好的休息 或者是它的免疫力真的比較差一點的人 有可能疼痛到半年一年甚至兩三年的時間 聽起來帶重砲枕威力真不小 隨便Google一下帶重砲枕照片都好恐怖 前陣子開始有疫苗上市 美國CDC甚至還建議六十歲以上的人施打 台灣也有要自費一劑五千元 適不適合要問醫師 老實說如果可以避免這種恐怖的神經疼痛感 還有又腫又不舒服的水泡 我自己可能會考慮 但最重要的是平常要好好休息啦 但是除了身體睡多一點 水喝多一點以外 可能身心靈這三樣東西都很重要 身心靈怎麼分三樣東西呢 到底是兩樣還是三樣 反正有一個心的部分 也要好好去照顧它 然後是喔 謝謝朋友 然後給我看一下